转校生刚走进学校 世界就突然变成了黑白两色 而这里的校规也极其严格 倘若有人触碰了鲜艳的颜色 就会被主任处以酷刑 走进班级后 纳诺热情地自我介绍 可这里的学生却如同玩偶 只会硬生生地假笑 刚坐下 一只红色的口红就掉在地上 同桌看到赶紧捡起来 趁老师不注意还给纳诺 这才没被发现 本以为逃过一劫 怎料下一秒 主任就气冲冲走进教室 他宣布要检查每个人的书包 纳诺反抗道 这是侵犯他人隐私 可越反抗主任就越兴奋 好在书包爆出来后并没有发现什么 随着主任信心而去 纳诺赶紧掏出藏起来 得口红涂在了嘴巴上 吃饭时间 同桌好心提醒纳诺 赶紧把口红擦掉 如果被主任发现 一定会把他关进忏悔室 前几天有个女孩投磕破了 流出鲜血 老师就无情地把他关进忏悔室 等那名女孩出来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痴痴傻傻的乖宝宝 可纳诺听后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还对忏悔是产生了兴趣 与此同时 主任到食堂突击检查 他一眼就发现了 纳诺嘴巴上的口红 由于纳诺是出饭 主任并没有把他关进小黑屋 而是惩罚他朗读一百遍校规 可恶魔之女纳诺 怎么可能会乖乖听话呢 女孩只是涂了个口红 就被教导主任拉到操场报晒 看着厚厚的一本校规 纳诺不停嘲讽 越来越大的笑声 让别人纷纷投来一样的眼光 谁知等纳诺笑完 他就拿出打火机 紧接着就一把把校规烧毁 主任看到这一幕被气到晕厥 立马把他关到忏悔室教训 两个高分被大喇叭 对着他不停大喊校规规则 可纳诺好像听不到一样 有这时间还不如好好睡一觉 次日一早 纳诺就再次回到了教室 他不仅扎了两个更鲜艳绿马尾 甚至还说忏悔室里一点都不可怕 还说同学们一起去忏悔室的话 就能在里面开派对了 不料话语刚落 主任就走了过来 看着纳诺头上两个碍眼的绿丝带 他直接再次把他关进了忏悔室 这一次他带来了几百个高聚能灯光 想从意志上彻底摧毁纳诺 可这种行为并没有让纳诺认输 第二天纳诺又回到了教室 这次他头上顶着一头绚丽的紫色 所有人都为他的勇敢欢呼雀跃 结果没两秒钟 主任就再次出现把他拖回了忏悔室 主任问他想怎么做才能和大家一样 可纳诺却说 必须让他们承认自己的校规太陈旧 眼看纳诺还执迷不悟 主任直接拿出钳子拔掉了他的舌头 此时的主任还以为自己赢了 殊不知等待他的将是更可怕的报复 女孩刚走进学校 她的世界就变成了黑白两色 因为这个学校里不允许其他颜色的出现 可转校生纳诺来到第一天就要搞事情 他不仅涂满红唇染了绿头发 甚至还想让主任承认 他们的校规太迂腐陈旧 谁指下一秒主任就拿起钳子 让他彻底闭上了嘴巴 但他不知道纳诺根本没死 第二天纳诺就拿着学校的贪污复印件 找到主任 就当两人争夺证据的时候 谁知纳诺的死对头 尤里走了过来 直接把纳诺推下了高楼 看着纳诺惨死主任彻底慌了 随后尤里就拿过复印件 一把洒落下去 学生们看到学校二十年以来的不法行为 纷纷拿出家伙团结一致的抵抗学校 就连校长都收拾钱财 准备跑步 可就算是被一群人维绑起来 主任依然不肯认罪 两个男孩试图摁住主任 让他牵写画压写下自己的错误 随着他们越来越用力 没想到主任竟喘不上气 离开了人世 这下所有人慌了 与此同时一声枪声传来 校长仗着手枪在身 只要他们知错 就不会追究他们 就连主任的死 他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句话 让本就不团结的孩子们 纷纷放下武器 就当一切尘埃落定时 不料楼上就传来了纳诺的笑声 甚至还有剩下的三个分身 有人还想逃跑 结果被纳诺分身关了进去 故事的最后 纳诺把这些作物的人 统统关进了忏悔室 而尤里也被他关了进去 剩下的人全部打开大门 离开了学校 但诡异的是 出去后他们并没有变回正常 还是黑白两色 其实影片结尾值得我们深思 它或许是反射了孩子们 被固有的思想根深蒂固 一时间没能适应过来 又或许是社会上也有规则 那么你认为呢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